比较强势一种 不过Zayton这边是选择了一个大头 他这个大头是选定了 这大头虽然说推线的能力是不错 但他碰到了一个老鼠 没有 这个是鳄鱼 这是鳄鱼吧 这是老鼠啊 这是老鼠还是鳄鱼 老鼠鳄鱼傻傻分不清楚 这边已经开始了比赛 那大头在意义上我觉得有一点克制老鼠 因为他有一个异技能的智芒 扔住了还能晕对手 是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技能一旦没扔好的话 被对面眼神靠近自己身边 可能就会被一靠点 那应该说来讲的话 他的这样一个异技能 包括他所有的技能 其实来讲的话 他是非常吃CD 他这个吃CD不是吃减CD 而是要合理运用技能 合理运用技能的一个时间 大头的异非常非常不好中 如果大家玩大头的玩家应该是顺有体会 这个可爱的大头出门了 他带的是一个多蓝剑 因为这枪图回家很快 所以大头觉得自己可以吹好剑 然后赶紧就传回家 老鼠就绕了一圈 绕到口里 大头就应该没有看到 前期骑士他是可以隐身抢打的 一级抢打吧 因为一级的时候大头是最虚弱的时候 等他等级起来就难打了 好 他过去了 果然上来了 吃了红药 也是点不平 但是他没有什么用 抑了一下 这一波的话是把对方压回家 然后这里的话自己可以吃一波冰线 对 但现在的话大头这边等级可能会有点低 这个是老鼠的偷袭呀 对但他由于一级升的是一个E技能 所以说没有Q技能所附带的一个攻速效果 点起来的话只能是点力痛一点 通过E技能来做一个收尾 但是还是消耗了比较多的生命值 这样他可以率先补 这边是已经补了四个冰 等级会骑得比较快 是的 但是大头这里的话 还是用炮台能够很好的完成一个守线力 如果前期大头的炮台还是非常非常的弱 对 把这个炮台点掉 那老鼠这边是不能让大头熬到六级的 熬到六级的话 这边大头如果升三级炮台 基本上你不能打他 一打他就被炮台很自力打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补掉炮台是算到补兵里面 有吗 这个问题你没有发现吗 你说我突然发现 你没有发现吗 第一锅兵是六个 刚才他那锅已经七个了 这不对 而且他刚才是漏掉一个兵 但是补掉两个炮台 你看这个炮台 好 十一 十二 所以说杰拉永远不能出现在这样地图上 是吗 对的是不是没有发现这一点 现在他突然就会慌了 他之前有研究过大头的这个炮台的问题吗 这个是有点吃亏的 而且大头他补刀 其实没有老鼠那么容易 他的这个弹道就是和他的攻击力都比较低 对而且他你肯定要再一点点 这已经太吃了了 老鼠引了一次针在这没有杀对手 所以没逃得快 你这样一说的话 基本上你真的要放炮台吗 还等等级高了以后再说吧 炮台可以帮助他在后面补兵 哎呀他又补刀 这个导弹补刀也是非常有点弱 用技能补兵的话在你技能等级和法商没有起来之前 其实很容易漏兵 这边老鼠的指导已经是领先非常多了 老鼠跟着不同大头啊 对他这边的话带了也是一个直接大功要出门 对 对 这边两级的炮台 可以推线推得比较快 我看到这边大头 要把这个炮台先点掉 对他的想法是快速的推塔 这个想法倒是可以 但是他现在蓝不太够用 他要赶紧出一个小圣归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 你想要推到对方的这个一塔推掉是很难的 而这边他补刀的上可以是领先比较多的 问题就在于他这个蓝够不够 蓝如果够用的话 不停的推塔是有机会的 但是补刀上面的话已经是差距比较大了 而且就要看 然后这一把是要拼 究竟是你先推掉我的一塔 还是我先补刀一百个兵 没错 而且老鼠这边还有机杀大头的机会 这边老鼠过去 隐身过去 哎 想干坏胜量 二 三 应该是走了走了 有空断 这边是用了一个失落 不敢吃了 炮台很强 不过这一波也是把大头打得很惨 这一波的话大家都回家 召唤师技能全销 老鼠这边还有一个闪现 对 老鼠这边补刀还是很顿 而且等级接下来可能会很快到达五级 会在那边提早生机 对 主刀已经是领先太多了 刚才最重要的一波是 这里打头的虚弱是交给老鼠 不然的话自己应该是 马上就会被秒掉的 对 我们看到这条运动 双方都没有选择提笔回家 因为走过去比提笔会较快 是的 这也是平时要提醒大家玩家 一点 说打正常的五级地图 不要在基地里面回家 因为你传回去绝对是比较慢的 是的 下头这边是补了一个多蓝盾 是派老鼠这种强杀 多蓝系列 但是它这一边的话 其实它这个推险你说快吗 其实也并不是很快 老鼠再次回到了线上 回到线上 我倒是觉得老鼠这边 到六级会非常凶的 就是等你把你的炮台 打掉一波之后 然后再去跟你拼 对 因为它是有闪见 对面是没有闪见的 主要是兵线提到好的情况下 大头是非常危险 关键大头还没有到五级 等它有两个炮台之后 战斗能力会强一些 但是刚才这一波的话 可以看到 其实大头这边打台 是非常的痛 老鼠这边